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来等到礼拜六 大年初一 干空气持续的移过来了 在这一天 礼拜六 西半部的雨要停了 阳光甚至开始慢慢露脸 只剩下山区 还有些零星的降雨 另外东半部在礼拜六 持续也还是有些局部短暂雨 接下来等到礼拜天 也就是大年初二 一直到大年初五 下个礼拜三 台湾附近的水汽也不多 目前看呢 礼拜天到下礼拜三 也只有在东半部有些局部短暂雨 西半部一直到基隆宜兰都是晴朗稳定的天气形态 可以好好把握 温度部分 透过地面天气图要来看到 北边的高压开始移出来 用带来冷空气 今天温度开始慢慢下降了 等到明天各地还会进一步的下降变冷 包括后天除夕 温度也会持续的往下探 明天来看 要提醒您 在北台湾整天高温降到93到14度 明显变冷了 中部地区在15到17度 这种高温也明显下滑 南部大约在15到20度 同样也会转凉变冷 东半部大约在17到19度之间 明天要注意保暖 我们提到 接下来等到礼拜五除夕当天 温度还会再往下掉一些些 尤其在礼拜五晚上在除夕夜的当晚 在整个中部以北一直到东北部的温度会降到12到14度 至于在南部跟东半部的温度也会降到15到17度左右 接下来等到礼拜六 大年初一开始 一直到下个礼拜一 冷空气还是在 但是我们提到转为干冷 所以白天温度会稍微回升 但早晚温度还是寒冷的 要等到下礼拜二 下礼拜三 东南风吹起来了 各地的温度就会比较明显的回升 所以最后天气上的小叮铃为各位整理一下了 明天到除夕 雨比较多 您要带伞 而且温度要下降 注意保暖 除一到初三 雨不下了 天气转干冷 但早晚温度还是低的 要等到初四 初五 这温度会进一步的回升 明天天气透过图卡一块来关心 明天华南水气影响在北部地区会有降雨 而且温度也会往下掉 明天在台北 新北13到14度 基隆则在13到14度 而至于在桃园同样也13到14度 新竹的部分13到14度 苗栗13到14度 您要注意保暖 包括了中部地区 明天同样也会有短暂雨的情形 温度也要下滑 台中来看15到17度 另外到了彰化15到16度 在南投15到17度 云林15到17度 至于在嘉义15到18度 而至于到了南部地区 明天同样也会有一些短暂雨的情形 也要期待雨漬了 台南明天15到20度 温度下降 高雄17到22度 另外到了屏東的话17到22度 而在东半部地区来看 明天同样也是有雨的天气形态 在宜兰14到15度 至于在花莲是7到18度 在台东18到21度 降雨几率都在50%以上 外岛地区明天在澎湖会有些降雨 在马祖温度比较低 马祖也只有6到8度 而未来天气透过图卡来告诉大家 我们提到在明天雨比较多 温度往下降 礼拜五除夕当天 温度还会再更低一些些 过到了晚上雨会逐渐停下来 礼拜六就转干冷 礼拜天天气晴朗 但早晚还是会比较寒冷 锁定台式气象 均开每天跟您聊天气